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妮 想要追訓聊劇總句三元王一次達成嗎? 那就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用劇評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今天又是永遠的君主 上週分析了平行宇宙設定整理、時間柔的整理 想要看的觀眾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喔 這週看了第五集第六集差點沒有從一直這樣飛起來 人設層次加倍、異世界梗終於起對作用了 這週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分身的整理、第二分身替換的可能性 第三震撼以追查凶案、第四編劇的強勢回歸 高富帥變民族英雄、漢女變勇盡 第五伯女吃一趟視角 沒錯我已經開始吃伯女的湯了 今天的影片適合已經追到第五集第六集的觀眾 因為內容有劇透不介意的觀眾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我們開始囉 第一分身整理 稍微的把兩個世界已經出現分身的角色整理一下 讓大家之後看劇情的時候 可以更加清楚明白 第一個 李滾 1987年10月28日生 屬兔對應為卯 帝王世界的李滾是個八歲就即位 從陰謀陰影中長大的皇帝 自信有涵養是個樂中於數學的業餘數學家 最喜歡的童話故事 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嘴嘴兔子走進異世界 金邊似乎將他的生肖融合進的故事 民國世界的李滾勳 身在貧困家庭 父親經常家暴賭博 母親辛苦養大拉拔他 然而在1994年12月28日身亡 遭受帝王世界穿越來的李琳殺害 李琳稱李滾勳是跌落水庫溺死的 第二,露娜正泰以1990年生 屬馬,對應為5 帝王世界的露娜 目前幾乎沒有什麼琢磨 根據資料顯示 四個出生就沒有父母 從小自力更生 生活在社會底層 名字是因為犯罪後 需要登記才有的 最糟糕的是太離婚上來的 可以拿一個最慘角色獎 根據資料闡述後來他也遇見了李琳 給了他新的希望 兩人之間可能為同一陣線 露娜第一次出現時 李琳也在現場 可以從明聖雅的相機中得知 民國世界的鄭泰以 是為重案組刑警 附近開跆拳道道場 鄭泰以有個黑道斷位是個非常正常的事情 性格、正義、勇敢 高中時期就遇見了江仙才 屬馬的鄭泰以 遇見了正希品的麥希穆斯 麥希穆斯似乎把鄭泰以當作前提 而不是他的紅蘿蔔 第三,曹影 曹影蟹 1990年生屬羊 對應為位 帝王世界的曹影是離滾的親信 將守護皇帝做為自己的使命 被離滾封為天下第一劍 兩人從小就是玩伴 各是靈魂伴侶 性格、冷靜、耿知 民國世界的曹影蟹 初次登場就在警局為社會服務人員 有一對雙胞胎弟妹 稱離滾是亞瑟王 而離滾也封他是民國世界的天下第一劍 第四,李琳、李氏 1951年2月27生 屬兔對應為卯 帝王世界的李琳是純宗同父異母的哥哥 應對弟弟的無作為而憤怒 掀起了魔膩 搶奪古堡萬波襲堤 1994年穿越去了帝國世界 時間為聖水大橋崩塌後的兩個月 可能為12月21左右 民國世界的李氏 患有小兒麻痺 李琳健壯徒手將其脖子扭斷 並將屍體丟回了帝王世界的大海 直到1995年2月27 從被害到被發現 相隔了兩個月 劇中有提到應當死亡許久了 第五,劉慶帽、劉秘書 帝王世界的劉慶帽是李琳的情形相當的忠心耿耿 謀逆中肩膀的受傷留下相當大的傷痕 謀逆失敗之後在鹽田中工作 多年後見到不老的李琳更是死心塌地的追隨 並且開啟了獄水書店 為李琳提供了傳遞秘密消息的場所 帝王世界的劉秘書琢磨不多 仍為李琳工作 對帝王世界充滿好奇 第六,明聖雅、明娜利 帝王世界的明聖雅 被盧尚宮選入宮中擔任皇室公報式請悟 喜好寫同人小說 比名為靜悄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他到底是寫了誰的同人小說呢? 民國世界的明娜利在跆拳道場旁邊經營咖啡廳 是鄭泰椅的後輩也是好友 第七,閩宮女、閩華妍 帝王世界的閩宮女 曾經出場於盧尚宮與明聖雅的面試場合 應當為盧尚宮的親姓宮女 但後來出現在玉水書店 唯禮林宮中的縣人 負責傳遞宮內消息 民國事件的閩華妍是江辛財的媽媽 在丈夫因為貪污而破產 仍然過著貴婦伴的生活 造成辛財相當大的負擔 資料顯示在丈夫2002年破產後 性格大變,相當適度 第八,溜溜球少年、單車少年 帝王世界的溜溜球少年 在玉水書店前玩著溜溜球 閩宮女、健壯露出了厭惡的表情 溜溜球少年可能與流星帽間有關 民國世界的單車少年 意外撞到鄭泰椅 導致棉牌掉入水溝 鄭泰椅寬為他後便離開了 第九,普茲英、普世 帝王世界、普茲英為資料公司的孫女 且已與聖雲集團的繼承人結婚 四個月後將要生下女兒 為總理、居倫林的後輩 民國世界的普世 貧困、擁擠的家庭 令他想要自殺也買不到藥 或者是不如死的生活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我為什麼要把生日還有生肖整理出來 因為今天不斷的特別提到這方面的資訊 我覺得之後一定會有相關的情節 所以就先整理起來了 分身整理就暫且到這裡 我們下一個主題 第二,分身替換計劃 基本上看到第五集、第六集 就非常清楚知道 李林正在做分身替代計劃 將民國世界過得很慘的人送去帝國 將帝國的分身殺害 基本上有實現在暗房的任務 應當結為他之後的目標 預告中也出現了鄭泰乙 但鄭泰乙好像不太符合他過往挑選對象 目的為何尚未揭曉 但透過暗房可以知道 布榮君尚未被替換 從李林的說法可以知道 目前送去替換的人 基本上在民國世界都不會再出現了 因為帝國世界的分身都會被殺害 但在之中有個人可以懷疑一下 就是江星才的媽媽 在帝王世界傳遞訊息的線人是秉公女 基本上可以知道他正在為李林做事 而民國世界江星才在15歲的時候 遭逢家中巨變 母親的性格原本溫柔和愛 卻在之後性格大變 難道星才的媽媽被交換了嗎? 江星才和李林同歲都屬於兔 遭逢巨變的是在李林穿越之後 是否江星才的媽媽和李林做了什麼交換條件呢? 江星才曾經看到帝王世界的無窮花徽章 也就是大韓帝國的象徵 也許是兒時看過 亦或是在夢中夢見了帝王世界的事情 再來 需要害怕的就是 在帝王世界中 到底有多少人被替換了? 李林的口吻來看 數量應該不小 但真的有這麼容易能替換嗎? 在帝王世界的人 都是個學識高 生活水準好的人 讓一些生活在底層的人替換 難道不會馬上露餡嗎? 我相信靜編是不太可能不考慮這個 所以究竟怎麼換的 靜編應該會好好寫 不然這個故事就會崩塌了 假使辛才媽媽真的被替換了 有沒有可能就算換了? 人長一樣 歲錯相同 聲音也沒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周圍的人即便覺得奇怪 也不會去懷疑說 他是不是被取代了呢? 第三,鄭泰爾追查的兇案 劇情一開始就一直看見鄭泰爾在追查一宗殺人案 是一位武金行老闆被害人名叫李上大 非常的愛賭博,欠了很多宅 由於在金萬福設下的網站 輸了很多錢 對金萬福恐嚇且跟蹤 最後李上道被發現在金萬福的後車廂中 而金萬福的家中有李上道的血液 錦邦在資源回收廠中找到了兇器鐵敲 從回武金行中,李上道的妻子一不知去向 他們在收銀機下面意外得到了一支折疊式手機 經過分析裡面有兩條音訊 這兩條音訊進來自帝王世界 令鄭泰爾大吃一驚 李上道是否也是替身計劃中的一員 真正的死者,是否其實是帝王世界的分身 而原本一堆債和眾人關係都不好的李上道 人,是否已經在帝王世界了呢? 我想可能性相當的高 且透過震撼和李滾堅的調查 分身計劃或許在這中就會漸漸揭幕了 至於手機裡是新聞這件事情也相當的吊詭 為什麼手機會在那? 從折疊式手機來看 很有可能是李玲給李上道的聯絡方式 因為她給懷孕的博士也是這樣的折疊式手機 但留下這樣的證物 其實有兩條毫無甘息的新聞 難道是刻意留下的線索嗎? 相當的奇怪 目前為止,李玲的目的都讓人看不太透 1994年的魔逆殺了純中 只為了得到萬波襲堤 從目的上來看相當的詭異 畢竟當時也不知道底子能夠穿越時空 而她即便殺害了純中 她也不能即位啊 到了現在2019年 她在帝國世界揚育了自己的勢力 甚至漸漸靠近總理 但凡只要她在帝國世界露面 就也會被當作逆賊追捕 看起來很像有勇無謀的馬夫 雖然劇情走向都已經給她披了一個老謀生算的形象 但... 目前看起來就是個沒有目標 只為了殺人復仇的反派 我...餐補透啦 看看今天是不是能快點把這個地方補上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你們是怎麼看李玲的 我真的很好奇 第四,編劇的強勢回歸 看高富帥變民族英雄 漢女變永景 之前在影片中有和大家講到 我對一二集不太滿意 若要說個分數的話 滿分是十分 一二集就是四分 三四集 五六集就是八分了 不得不說 今天為了籌劃第五集 第六集的情緒 角色情節謀化 才讓一二集令人有點難入坑啦 我個人不是因為複雜的時間線或看不懂等等問題失望 而是在角色上的行數有些單薄 第一集第二集中我們看見的男主 基本上就是個披著皇帝的名號的高富帥 充盈有能力 有權力 本家是個莊重的身份 卻意外之戀 甚至相當受名弄喜愛 但這樣的角色 鳳也含句 恩... 不算出挑吧 女主呢 就是個很辣的直軒型刑警 開車撞爆閒發的車 見到男主也是人言人面 屬於硬派型的女主 恩...也不夠新奇 大家很多的反應是 沒有CP感 兩人顏值不搭 但其實我很隨和 你知道嗎 我各種CP基本上都很能接受 我屬於陸戲就有愛的人 我的touch都ok了 所以完全就是角色情說實上 讓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在第五集第六集中 編劇終於要把前面辛苦鋪下的情節 來個一次性收穫 透過韓日關係緊張 把高富帥皇帝叫御駕清真 壯過的海戰場面 以及國家戰士英勇應戰 從情節上能夠感受到 里滾真的是一位皇帝 不再是個皇宮中被保鏢保護 受工人照顧的幼幼般皇帝 而是個能夠清零前線提高士氣 讓人民能夠依賴的君主 不再只是位皇帝 而是民族英雄 原本以為我在看喜歡片 一轉眼就變戰爭片 雖然海戰場面 因為戰劍起了一點爭議 但不得不說我還是被證責了 我覺得這場戲真的提高了 非常多靈魂的角色層次 再來是女主 本來就是個硬派角色 但女警硬派放野韓劇 各個都是狠角色啦 但我在看正太也來到帝王世界後 我看到了這個角色的新層次 她知道離滾可能真的是皇帝的情況下 周圍全是保鏢 卻為了印證離滾而上堂 想想一般的女主來到異世紀的情節戲碼 大多是充滿好奇 甚至身受男主保護 但正太也卻深深為此感到危機 更將體現出了這個角色的膽識 而第五集第六集更因為人設變得豐滿 連傻糖都變得好吃了 我覺得這才是個正常發揮 前面一二集畫面很微美 台詞很寥寥 但是人設太單薄了 觀眾一點情感投射都沒有 像是支線繁雜 尤其是殺人案和主線又有點勾不上邊 就顯得有些可惜 但第五集第六集能讓我這麼多好感 也是前面的程度和這兩集有些差距 才能讓第五集第六集時正太也終於相信 離滾是皇帝的部分變得有些好笑 尤其是在離滾說 他終於相信我是皇帝了 那邊真的超級可愛 也正是因為終於來到離滾世界 才讓平息時空的效果凸顯出來 若是沒有前面涉及民國世界的反襯 可能也會讓帝國世界的魅力銳減 只能說撐過來也算是值得啦 第五 普女視角 吃腸真快樂 我呢 自認不太像是個普女 但這部劇的餘召喚 真是太太太引人遐想了 那強烈的保護欲 事實效忠的情懷 加上那個刀子嘴鬥我心的人設 喔 真的討喜 實在太討喜了 我來說說我是怎麼被勾起伏女魂 如何被暴擊心臟的喔 從離滾帶正太也回來的那場戲 正太也一把槍 草影就直接握著槍擋在離滾面前 沒有人可以傷害陛下 從離滾的神情都可以感受到 他對曹影是多麼的信任 而當正太也把錢花完 曹影明明就一直跟在正太也身邊 卻沒有出面借錢 簡直就像 哼 你這個壞女人 不知道對陛下要做了什麼 我才不要幫你呢 再來再來再來 就是在飛機上的時候 離滾和正太也用手寫字對話時 離滾把手遞出來的時候 我們家曹影瞪大了眼睛 驚慌的就像是吃醋一樣 陛下難道要牽他嗎 這個人到底對陛下做了什麼 啊 那個表情真的好可愛喔 唉 婦女的快樂就是這麼的簡單 好啦 這次只是想來點不太一樣的分享 那我必須說呢 第五集第六集多虧的前面四集的鋪陳 才有這麼強大的效果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lack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沒有意外的話之後新的集數出來 還是會上新的解析跟分享 歡迎大家提出你的疑問或是分享喔 希望可以和大家熱烈的討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我的IG也會分享新劇介紹 語錄 彩蛋 劇情解析的小小懶人包喔 喜歡政類戲劇貼文的觀眾歡迎追蹤我的IG 可以打開IG名牌直接掃描喔 或是搜尋主寧 我也會分享我的生活 希望能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快來追蹤喔